昨天早上赵天林先生出来发表道歉 傍晚发表退选声明 赵天林虽然退选了 但是他涉及有没有违反国安法 有没有泄密之前 相关单位都必须要启动调查 而这个情形是不是也显示了 民进党要断尾求生 是不是赖清德他担心影响到他自己的选情 除了赵天林的照片外传以外 郑文灿疑似开房间的影片 在网路上流窜 舆论是沸腾当中 是不是民进党内内斗不断 多超汹涌 民进党内想要让赖清德难看呢 第六选区 古山沿沉前进新星林雅 不管是能卡都三卡都 陈美雅都会按照自己的步骤脚步 赢得最多选民的认同会赢得胜选